王大夫 王清修 王大夫 謝謝你從老遠做到分析趕過來 謝謝您 請您做個簡單致詞 王大夫是跟我一種奮鬥過的老夥伴 謝謝陳教授 在座各位自然療法的先進 同道好朋友 今天非常高興 有這個機會 來參加我們陳仇宇教授 學術思想的座談會 那其實自然療法是我們陳教授 登高於風 那他的一生都在為這個自然療法 能夠普及跟世界的各國 能夠把它拉在一起 那我在這裡面 也學習到很多 那自然療法怎麼講呢 其實大概可以簡單的分了兩點 很多會專進自然療法這個領域的人 他們是自己醫治自己的病 所以學習自然療法的人 可能有很多不是醫生 但是今天要做醫療工作的人 衛生署的規定 都要醫生才可以做 那假如你不是醫生 你自己治療自己 沒有人管你 但你去治療別人 那可能就會有一點問題 所以醫治自己的病 簡單講比如針灸 氣功 按摩 以前有一位 蔣永昌 蔣老師 他是一個農業專家 那他對風箏療法 他養蜜蜂 那他也熟悉蜜蜂 然後用風箏 可以治很多的疑難雜症 然後他要推管風箏療法 然後印了很多風箏療的這種保健小冊 各個這個學校 圖書館 各個這個行政院啊 什麼各個單位啊 甚至衛生署 他都送去 那送去了以後 那時候衛生署長 好像叫做 衛生署長 張柏雅 張柏雅書長 然後就給他開了一個罰單 然後把他這個 他不是醫生 推展醫療的工作 把他送到台中地方法院 還給他派行 但剛剛講就是說 治療療法很多都是 先是自己的毛病 一次也很有成效 然後就醫治別人 但是你自己做 或是你 你靜靜的在底下做 都不成問題 但是你如果說 槍樓打鼓 大家都來共襄聖己的時候 可能有的地方 被法力 被法力的障礙被卡住 那自療療法第二個就是 應用自然界的資源 來維護身體的健康 那其實中醫很早就這樣做 當然你也可以用日光 也可以用空氣 也可以用水 我知道 有一個氣功大師 他是龍門派的氣功大師 他就很聰明 他每天早上 從軍美做決議到北投 要洗溫泉 我有一次看到他 聲音洪亮如鐘 七十幾歲的人 講話中句非常的足 這個來講溫泉 就是自然療法之一 可以治療很多的病 虛寒性的毛病 絕對有效 那他每天都去泡 而且很好 而且推薦很多人去泡 再加上他自己又練氣功 更好效果 那以前這個陳立 陳立夫先生 他說救人的方法越多越好 所以自然療法 對人類的健康 有很大的貢獻 它是一種經濟素效 又減變的療法 而可以減少 假如說我們現在的健保 也採用自然療法的話 可以使健保的成本 降低的很多 那你自己會自然療法的話 對家庭 對個人 都可以 分受他的益處 那我自己在跟我們 陳崇毅陳教授 在學習自然療法裡面 我感覺到最深的 其實自然療法可能普遍存在 世界各個地方的角落 但是大部分的人 大概你學你的 你做你的 我做我的 比如說我今天做中醫 然後我做中醫 我自己有一點心得 那我做得很快樂 我自己有一點 有一點獨門的功夫 他做針灸 他有一些獨門的功夫 他也做得很好 他做氣功 他也可以給人家治病 他做按摩 他也可以做得很好 所以腳底按摩 你按得很痛 但他把病情改善了 剛才我們董醫林 董老師他講 中醫他有個經濟系統 經濟系統的時候 有時候治病的時候 不是你左邊痛就治療左邊 他左邊痛可能治療右邊 上面痛可能治療下邊 在現代人 一般人講 你不對啊 我是左邊痛 你怎麼治我右邊 其實這個很簡單 怎麼說呢 左邊痛正在發炎 痛得很厲害 那右邊有沒有痛 右邊沒有痛 但右邊跟左邊其實相對 他透過積髓 他可以到腦 可以達到相同相應的結果 所以中醫裡面的尿質法 就是好像不對 頭痛一講 而且腳底按摩一樣 按得很痛 頭痛不痛 不痛 所以這個在針灸裡面講 也是一種對應的療法 其實這個在細研究的話 可以分得很多的東西 所以中醫來講的話 他不是你在痛的地方 痛的地方已經發炎了 你再給他扎針 扎得很痛 他發炎更厲害 你問他有沒有 不但好 不但不好 他會罵你 你越給我治 我越痛 那怎麼辦 其實很簡單 發炎怎麼辦 紅腫熱痛 又就是要冰敷 要休息 要給他固定在一起 你怎麼可以去動他 周一他說 我不動你的右邊 你右邊痛對不對 我動你左邊 我可以扎得很痛 你右邊提提看 奇怪 右邊不痛 他整個的情況 他會肌肉緊張 發炎的情況就會舒緩 就會化解 然後再加上適度的治療 其實很快 很快 我自己在1月24號的時候 發生一個小車禍 我住在金門 我那天禮拜六 早上 那我騎個摩托車到京城去買個早點 我想等一下還要看病 但是後面一個小朋友 才17歲 然後近視也不戴眼鏡 騎個摩托車從後面就撞上來 然後兩個都打在地上 那我認為大概沒什麼問題吧 然後我就爬起來 那也沒找警察 也沒叫救護車 只是覺得好像手抬不起來 腳好像邁步走不開 那小朋友的話 通知他的家長 那家長來說 我說沒有叫救護車 他說沒關係 我就送你到醫院 照個醫院看警察看看好了 醫院一照醫師官 他說 王先生 你骨頭斷掉了 然後八字袋打一下就好了 我就鎖骨 骨折 然後手 手指頭 第四手指頭 骨頭也裂開了 那腳的話 骨頭沒有問題 但是我不會走路 因為孕帶受傷了 然後 因為我常常在我們診所做會有一些傷科 所以 他說你這個只要打八字袋就好了 那我說不要還是開個刀好了 開刀 本來決定第二天就要開刀 然後 我的鄰居告訴我 你可以回台灣再檢查一下 不想像也對 因為我很多的資源都在台灣 所以我又馬上做了飛機 就回來台灣 在古太醫院 然後急診掛進去 然後照一次光 然後骨科醫師來看 他說 黃先生 你這個骨頭斷掉 一定要開刀 我說不是啊 他怎麼進門說不用開刀呢 他說你斷層三截 粉碎性的骨折 你在八字袋永遠不會好 而且會開刀開刀 那第二天我就開刀了 開刀以後 我現在大概差不多一個月 我喝得很好 那其實呢 我把西醫跟中醫搭配在一起 開刀 我當然沒有辦法把骨頭接起來 但我接觸西醫的外科 把我骨頭接起來 但是後續的問題 我就自己了 那西醫藥有沒有藥 他給你打一天的消炎症以後 第二天就這樣出院了 我說這樣子好 他說可以啊 看完刀就沒事了 你就回家 一個月以後再說吧 一個月以後再說 他說骨頭長得還不錯 兩個以後再看吧 西醫已經沒有 因為他已經他的治療做完了 但會不會痛 當然會痛啊 當然會不舒服啊 骨頭要黏合起來 哪有那麼容易啊 咦 中醫有辦法 中醫 我中醫很多人同道 我會懲教他們 每一個人各個講不同的 那我自己也是學這個 很簡單 骨頭斷的時候 剛開始當然是要 你要先冰呼 那前面幾天冰呼 以後我就開始自己每天給他按 所以我現在可以彈得很好 大部分骨折的話 有人固定以後 他手抬還不高 沒有辦法起來 會五十斤 不會我的情況 會用得很好 但是我一方面吃點中藥 那一方面我用按摩 我每天去按摩他 因為骨頭要長 很簡單的 就是要氣息要活路 大部分人一骨折以後 他都不敢動 都固定在那邊 手腫了還是腫了 一個月還是腫了 我開始就要動他 要開始按摩他 然後我這個地方 也骨頭裂了 我在金門的時候 醫師幫我加一個鋁板 在第四個指頭 加一個鋁板 可不可以卡都不會卡 然後我到國泰醫院的時候 他說不要 鋁板不要了 我給你用指膠布固定就好了 所以我兩個指頭卡在一起 就給他固定了 他不會動 就OK了 所以我現在的情況 其實我會覺得 你會懂得自然療法 會懂得中醫 甚至你會使用中藥 一定有幫忙 那自然療法的推展 我們需要很多的人 來一起來幫忙 所以我覺得陳會長 有一個很大的貢獻 他把世界各地 對自然療法有興趣的 中國大陸 香港 日本 馬來西亞 美國有興趣的人 通通把他會舉 他用一個自然療法 大家都有看到的 自然療法的 這種祭開 把這些人都連在一起 大家互相的聯繫 當然自然療法的環境 可能不是不盡理想 尤其現在 是西方醫療為主流 中醫 自然療法 或其他 都被打入比較偏門 所以說受到很多的壓制 但是我覺得 只要我們有目標 持續努力 哪怕一個大石頭 小少壓在大石頭下面 沒關係 我們找空隙 尋著陽光才冒出來 所以我期許我們的自然療法 像小少一樣 從石頭旁邊再冒出來 有一天它一定會壯大 它是每一個人所需要的 因為它簡單 然後經濟 又有療效 那這是我一點小小的感應 謝謝各位 謝謝王大夫 一個切身的敬見 謝謝